大金镯子怎么买最划算 那如果说你最近有买黄金的打算 这8个B坑的指南 你一定要耐心的看完 尤其是最后一个 能帮你省不少的钱 建议先点赞关注收藏 早晚你肯定能用上 那第一个 咱们选择按科技价 不选择买一口价的黄金 那第二 看手桌的刚硬 咱们只选足金的 或者说足金三个九的 不要选22K 18K AU950和AU750的 第三 金价加工费一起 咱们选择每颗价格 不超过国际金价 50元以上的 这个咱们就可以在门店购买了 当然了 售价越低 当然是越划算的 但是一定要记住 开正规的发票 第四 古法金比光面金 工费如果每颗 贵5块钱以内的话 咱们就选择古法金 如果说超过5块钱以上 那咱们就选择光面的 第五 选择闭口或者是推拉的款式 不要选择带搭扣的 因为搭扣含金量会更低 第六 咱们优先选择实学的手桌 其次咱们再选择 半时学的手桌 不要选择空金款 主要是容易变形 而且还无法修复 第七 客数 咱们最好选择30克以上的 它不易变形 带的时间还会更长 第八 品牌到底好不好 先查询中国商标局官网 14类的黄金首饰的商标 选择注册15年以上的商标 因为它历史越长 品质肯定又有保障 还记不住的话 咱们可以点赞收藏 说不定哪天就用得上了 咱们可以点赞收藏